大家好,来到下午3点17分 我们先讲讲这只股票就是腾讯 为什么要说腾讯呢?有几个原因 第一,它是大型行始成份股 第二,它是近期弱势的科技股之中 表现相对没有弱势 第三,它是星期一收市的时候 竞价时段曾经急跌 然后昨天反弹,今天有力继续反弹 暂时还在暴升 我会详细讲讲这只股票 究竟短中期最新的形势是怎么样? 看看今天的走势 今天的走势,看一看 它开市位是584.5 比昨天收市位是高的 略为高开,然后就立即下赛 然后反复回升去快 昨天的收市位附近,最高见过584.5 历史波幅,现在这只股票是52.5 也挺高的 量比金很小的 0.614 代表很淡大户 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举动 接下来我们想看下 例如看下其他的 例如看下其他的 1810 你看看 走势多差 是不是? 这个是即时的 我转个日线 给大家看 这张日线图 走势多差 小米 那当然有坏消息 譬如说 美团 很差 看到吗?美团 我刚刚在经济通的 温伦豪的那篇文章 大家可以看看 就讲讲 美团这只股票 昨天是武力反弹 今天继续下跌 那就是说 一般 譬如你看到一些 很多的电视台 电台的节目 那些人都打电视台 每天都问 这只股票 每天都说 那些计算是 教别人中长线分析 但是他就用个基本分析 去说 业绩好了 那就可以继续看 看好些 但是技术分析 我告诉你 一早跟你说了 是非常差的 那就 好了 不要讲这只 我们讲回腾讯 那先看腾讯的 有哪些卦 买卦菇呢? 现在主要 看一看 腾讯 挂买卦菇的盘 又成交到的最多 是Credit Suisse 是Credit Suisse 成交量 是 佔了全部成交量的7.2% 跟着到尾林 然后到JP Morgan 花旗环球高盛 头5位 我们拆开它看 拆开它看 如果是正挂买而成交到的 拓价最强的 是Credit Suisse 和中国投资信息 拓价价位 573.1% 和574.7% 之间 大概这个范围 而压价的 最多是 美林 和JP Morgan 是在574.4% 至575.2% 附近 接着我们看成交 到现在 已经进入了五市末段 成交现在是在报 578元 那下面 即市最大的支持 就是573元 如果用1000万港元 起标 来计 总共的自动对盘 标准自动对盘 是有54宗 那么多 这班超级大户 主动买高比率 是43.57 即是一般 即是到高位 订货的更多 超级大户 当然 数货也有 订货的更多 我相信 就是在低位数上 高位订货的更多 不过 订货的更多 就不太多 然后 非散户主动买高比率 是50.50 旗鼓相当 暂时录得资金正主动买入4.3000万 半日收市上卖空 金额跌到下去 只有5.464% 今天成交一般 不够昨天这么多 不过昨天有很多非自动对盘 灰色就是了 刚才说了 五百 再看下去 五百七十八元 下面支持 较高 五百七十二 七十三 左右 过去五个交易日合计 不计今日至今的成交 看不看 上边阻力是五百八十元 下面支持较高 五百七十六 这些位置 全部大家都要看 OK 讲完这个 接着讲个图 先看小时图 腾讯 小时图 现在回到保力加通道中族上面 SAR 还在上面压下来的阻力 RSI SCC MACD 都是利好的 即是即市来说 四个指标利好的 我们叫做利好 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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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 保力加通道中族 暂时还有不轻的阻力 SAR 是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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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淡 两天的升时 但是短期 短期 就是过往 大概这段时间 都仍在向淡 方向是这样的 向淡 给你看 如果我们说由高位下来的 下来的 下来的 丑势 OK 在这里 要开始 我看两个交易 又是 是吧 是向淡 是吧 整体是向淡 跟着我们看周线图 周线图 很明显 你看几支音速 1,2,3 今星期暂时第四支音速 4支音速连跌 1,2,3 暂时第四个礼拜跌 幸好 站在保育加通道中族和SAR上 但是 RSI MACD MACD 仅仅未好 但是有机会发出牛红沽空讯号 当这个橙色变成绿色之后 就是difference的数据 由正数据变成负数 就会发出牛红沽空讯号 而暂时1,2,3个好 两个单 就是偏好的 所以 给小米美团表现 好一点 再看月线图 月线图 我要看看一件事 都重要 看一个月 两个月前的开市位 就是收市位 当时的开市位 就在530元 大家看到了 收市位 收市位 591元 530元 加591元 530元 只要收市位 560.05元 下面是呼人概念 但是没有 暂时还没有 阴阳烛 还没有发出利淡转向形态 这样 每个月前摆 1,2,3%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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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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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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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5,4,5,5,6,5,5,4,4,5,4,5,5,3,5,5,7,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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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5,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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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6,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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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8,5,5,4,5,5,6,5,5,4,5 低预浏 根据图表分析,上约的位置是$633 如果看周线图的阻力,怎么计算呢? 就要这样计算 我给了一些Patreon 的订户 好,接着我们再放进去做 我们去找Stocks 有没有做腾讯的? 以前美团 没有 现在做腾讯 我们做腾讯 好,我们做腾讯 633元就是 这些你不要看 这些不是腾讯 对不起 633元 很清楚,没错 接着跌下来 暂时最低位是 看不看 这个是563元 看到吗?563元 563元我们来看看 563元 好,记得了 计算它的反弹 如果你说跌完563元 如果 很简单 就是这个反弹 就是这个 这三个 就是589.74元 598元 606.26元 就是这个反弹位 就是中线 就是这样看的 如果你说再跌 怎么看呢? 很简单 之前这个低位 一定要看 就是551元 是吧? 接着之前 再前 有很多高位 我熟个数 给大家看 第一个 大家自己看 我用简单 我用简单 右边 第一个 五百六四 第二个 这个 都是五百六四 第三个 五百六四 第四个 五百六十 不用说 是不是英国 就是五百六四 之前 就是五百五十一 和五百六四 换言之 五百六十四 穿了 就要看五百五十一 好了 再看日圣图 再看日圣图 好了 你说 如果五百五十一 穿了 这个低位 那又看多少呢? 六百三十三 再看Excel 先看 六百三十三 跌穿了 五百五十一 再看 五百五十一 即是由 六百三十三 跌到五百五十一 反弹曾经最高 去到多少? 浪浪浪 肉眼看不清 六百元齐头 六百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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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倍是470.324 2.424 所以521元是不能穿的 如果我看前升浪高位低位 我看不到5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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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元未必收到 因为521元穿了 502元未必收到 失手机会较大 又不是很大 略大 六成以上机会失手 我只是猜 6成不是用数计算出来 6成是会跌到 刚才计算出来的470元 即是代表502元 都不是一个支持 甚至乎 499.4也不是一个重要支持 稳定点 要有心理准备 最差的情况 是会跌到470元左右 希望就不用了 希望521元已经收到 最好551元已经收到 讲完腾讯的短中期形势 有民良读升跌目标之后 我们看大市 大市 大市现在头五大的券商 全部都是外资 以Credit Suisse 就是买卖最为积极被动买卖盘 头五位 券商分别托五只不同股票 压加全部压在一只身上 不是全 三间 由Credit Suisse 美林 和摩根 Stanley 压在小米身上 不如我们今天看看摩根 Stanley 压小米 看一看 他除了压小米 还有压什么呢 主要第一只 是小米 托加有 不过八千多万 那么少 就是吉利汽车的托柱 接着 我们讲现在 恒生指数的期货小时图 期货小时图 就是暂时在波列加通道中族 不过 顶部底部都收窄 就是说 好淡相互的实力接近了 形势来说 一二三四 高不高过 五七七都高过 全面向好的 即使说 国指货小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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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不高过 现在五七八都高过 不是 这个不是国指货小时图 sorry 这个是恒生指数期货 这个不是国指 没串国指 串国指 串不国指 国指货小时图 国指货小时图 一个淡两个淡三个淡 暂时三个淡 就是有四个淡 STC%K 低个%D 那就是说 那一个 只得RSI一个淡 好 那我们看完这张图 我们再看 现货主板市场里面 大户主动买沽比率 是54比46 五及格 衰七资金正主动买入 有63亿港元 成交比昨天更加多 因为有消息 你看到那些小米 那些 接着 卖空今晚五市 就是收市时13.719% 最后 我们看 美子期货 现在是3655.38 代表恒生指数 现在是略为偏低 国企指数 显著偏低 科技指数 非常偏低 红酬 就是略为偏高 红酬少少反弹 综合指数 显著偏低 日经 略为偏低 内地 股市 上海 就是 略为偏低 深圳 持平 先 说了很久 不要紧 最后再给大家看 大家可能心急 再看 最新的中线正硬排行榜 和 长线正硬排行榜 我将股价全部锁在3.35分 即3.7分 即3.7分 等等 中线 中线 中线最值得持有的7只股票 是这7只 如果是7只的话 为什么是7只呢 如果收市WBI变动 即我说短 ST 短线 和MT 中线 这里可能会加或者减的 那个持货量 实势持货量加减的数目 组合持有股票数目的上限 亦都有变动 那就是这7只 我不逐一读 大家看了这么久 跟着 长线 有8只 8只 也都不逐一读 很清楚了 好 多谢各位收睇 明天我会重点分析 一只股票 就是美团 明天我会说美团 有兴趣的股票 到时记得留意收睇